大家好我是霸函頓書 來我們今天直接上個硬貨 大家看到整桌的964 這三款呢是我們的一個 大叔的一個粉絲 也是一個好朋友 我們的如果有去關注金木公社就知道 他現在在台灣他專門在玩這些電鍍社 那我們今天呢來做點不一樣的 這一款水泥灰的 他是1022C B是水泥灰 C是暫損版 就是廢墟的版本 我們今天就來 測試跟直接操作 做一個廢墟版 我們來做一個廢墟版 那這當中呢 這三台就不考慮 因為已經電鍍噴的這麼漂亮了 這兩台呢原本是 這一個水泥灰要上色的 我們今天來不一樣 我來拿綠色的來把它做成暫損版 那 為什麼要拿綠色呢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這個綠色 相較之下 這個綠色可能沒有灰色 我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我們後來我決定拿這一個 這一個 綠色 這個也不知道啥綠 就拿這綠色我們來做暫損的版本 然後因為1022c的說明書裡面沒有 所以才會促使我想要 把這一個東西把它拍成影片 然後順便教大家怎麼去操作這個塗料 怎麼去使用 對 那各位 今天有演幅啦 一次讓各位 看一下 964的車距 964的車距 每一個顏色有它的 獨特的東西 到時候 影片最後呢 我還是會把每一台做一些特寫 然後 放在最後面 來給各位看一下 匹匹一下 那如果對 電鍍色有興趣的 那你們可以到金木公社 去找一下 這個阿瑞 可以跟他詢問 諮詢或交換意見 那如果你懶得動手的 你也可以直接到上面去 直接問他 請他給你報價 他都會幫各位做 那這些顏色做起來呢 我只能說 一定都會是獨一無二 可以按照你們的喜好 去做一些顏色的調配 然後 做一些 特殊色的改裝 我個人覺得 因為他是 我們現在玩的幾乎都是塑膠件 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把塑膠件變成金屬色 所以他這幾個金屬色 我都非常喜歡 那就看看囉 到時候 說不定我們可以跟他商量一下 拿一台出來送 呵呵呵 我不要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要害 害著我們這個 瑞哥 對 荷包大師寫 好 那我們 就直接進入主題 今天會拿這個綠色呢 來改一個廢墟的版本 那我因為塗料味道其實有點重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到 大叔的樓下 我們樓下工廠找一個空曠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做塗料的拆解跟試 就是塗料 的操作 我會在這個當中跟大家解釋解說 那我們就 進入主題 開始了 先拆車子 我們現在把東西都拿出來 大概使用說明大叔應該讀了三遍 然後大家稍微了解了一下 我們這個呢 他要 第一個步驟要先做封閉漆 封閉漆呢 這裡 這裡有一個封閉底漆 會先做一個深色的這個 然後再一個反應底漆 就是咖啡色帶咖啡色的 然後再來呢 是反應面漆 上面都有說明 最後再來加一個保護劑 但是保護劑呢 他是希望你放6到12個小時 甚至更長一個星期之後 味道沒那麼重的時候再來上 所以 我們這一次可能反應底漆會來不及做 那我們 之後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來得及我們再把片段給補上 那現在呢 他這裡面 有附刷子 酒精 然後 口罩 還有 手套 OK 他這裡 有 一直一再的強調 超出見出的地方 用酒精去擦拭掉 那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啦 既然都要做戰損的話 這個邊邊角角細節的部分 我就不會太去講究 因為我要讓他就是有那個很廢舊的那種感覺 像是在 沒人的地方 或者是海底打撈起來的 964 好 這是我的目標 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我要做之前呢 我等一下也會先做一個支架給他 把它稍微撐起來 底盤不著地 那等一下我們在樓下施工會比較好施工 再來我會把 爆龜的輪弧拆掉 車門拆掉 然後 還有這個 後面 包括 尾翼我也會把它拿掉 好 等一下我會把它 就是 盡可能拆到我們比較好去塗裝的一個階段跟程度 然後我們再來做這一個動作 那 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就直接開始拆了 大家都說 露腿會有流量 大叔我今天 難得的露腿 不知道會不會有流量 開玩笑的 來我們現在 要先做 封閉底漆 封閉底漆要做兩遍 乾燥的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先做一遍 等一下晚一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做第二遍 好 那一樣 它有附一些防護用具 各位還是要 保護好自己 因為 化學的原料染劑呢 確實 有一些味道是 比較 比較重的 所以 我們某種程度上面還是要 保護好自己 好 有附手套 那既然有附我們就拿來使用 對 那個 不過我不知道我的手會不會太粗 要說 我真的覺得是我的手 太粗了 這個手套我應該是戴不下 哇那 戴不下怎麼辦呢 大叔我這隻 粗手臂大手臂 這樣有沒有更像 更像肋狗 包住的肋狗 本來大叔我手本來就是肥肥短短的 現在看起來更似 我們先開這個 反應底漆 封閉底漆 對 叫封閉底漆 我們開了封閉底漆之後 我們先來刷 我會建議 在嘗試任何的東西的時候 先用 其他的 比較簡單的物件先來測試一下 不然到時候刷上去 如果刷得不好 可能就比較麻煩了 那我先拿這個 這個 比較單純的肌木件來刷一下 來測試一下 作詞曲名叫做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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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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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做完第一遍了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我腳麻了 站不起來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第一遍先漆的這一些 這個已經乾了 已經乾了 所以我們可以接著上第二遍了 那乾燥的速度 其實算蠻快的 哦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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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封閉底漆做完了 現在來做 反應底漆 一樣也是做兩遍 所以 一樣 先拿小的 先來試看看 這個又更黏 剛才那個有一個沙沙的手感 就是 摸起來像沙子一樣的手感 那這一遍呢 一樣我們第一遍先 稍微 塗抹一下 然後到時候第二遍再來 把它塗細一點 因為我們前面兩遍呢 塗的不是太厚 所以等的時間 不需要太長 各位如果塗厚一點的話 還是要等時間還是要久一點 我怎麼覺得有點像巧克力醬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我肚子餓了 所以我在塗抹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 等待的時間稍微久一點 謝謝大家 好了,我們塗完第一遍了 現在就等待了 等待晚一點再上第二遍 經過我們昨天的努力 我們把它完成了 最後面的反應底漆上完之後 可以直接噴反應面漆 就是用噴霧的那一頂 不要等它乾的再噴 不一定要等它乾的再噴 在濕的狀態就可以噴 不要我特別展示給各位看 我有嘗試過乾的時候噴跟濕的時候噴 這個其實 組裝完之後去做這個塗料難度高不高 難度其實不高 難度不高就是要有耐心 然後你看到刷的時候 有些地方好像沒有刷到 第一遍的底漆灰色的那個底漆 上的時候要就是盡量比較均勻 後面在塗第二遍的時候 哪怕是你覺得它表面乾的去塗 它也會把灰色那個推開 那我覺得推開那個倒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的原因是 其實那個反應底漆跟反應 就是封閉底漆跟反應底漆這兩個東西 就是咖啡色跟灰色的這兩個東西 其實它兩個都是要幫助它把那個 顏色做出來就是這種做舊的這種顏色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沒有差 那你在塗第二遍的時候 就依照你個人的喜好去塗 那大叔我這邊提供一個小訣竅 我先來給各位看 我是有拆下來噴 拆下來噴 各位大家這樣看會比較清楚做對比 這兩個葉片呢 是有做 第二次就是乾燥之後的 就是 反應面漆的噴塗 這兩個是沒有的 你看沒有的時候呢 它不會有這種 這種就是更深的這種顏色 然後會有這樣子 就是 怎麼說呢 台灣話講一大一大這樣子 乾燥之後噴的時候會有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深色的 你塗比較厚的地方的那個地方 你在噴第二遍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像這種 就是 有點塊狀然後 有點塊狀推開的那種感覺 然後 那個 第一遍就是直接濕 第二遍那個反應底漆上完之後濕的 還沒乾燥的時候噴的就不會 就不會 就會保持是這種狀態 所以 各位可以去考慮 那我是 除了測試之外呢 我也想要去做一些 呃 就是我想做出來的效果是 不是整台車很均勻 為什麼會這樣說 呃 生鏽的車 或者是戰損的車 不會整台車都是平均 很均勻的生鏽 一定會有一些特別 呃 突出的一些斑點跟痕跡 所以在後面呢 各位可以去看 我在後面做的 這兩個是屬於後面的 包括還有 後面的輪弧 我也是特別挑出來去再做一下 這樣 就是我想讓後面的腐蝕性比較重 好 再來就是引擎蓋 引擎蓋 因為我一開始測試的時候 引擎蓋也是拿 就是 引擎蓋我的圖是圖比較厚 然後只有引擎蓋是做24分 側邊就沒有 所以側邊看的顏色就會比較淡 引擎蓋就會比較深 好 各位可以去依照你們想要的 反應狀態 反正它塗料附的應該夠多 我這樣試試 塗料我應該還可以再做一台車 所以 我這樣去測試的結果 其實 在做第二遍的時候出來的效果 其實也都還算不錯 對 那就是看自己喜歡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不夠深 你反應的底氣 你雖然反應面積噴完了 你也不用洗 你等它乾燥之後 你反應的那個底氣 可以再輕輕的刷 不可以刷太厚 你在噴完反應面積之後 再刷反應底氣 不能再刷太厚了 因為你在刷太厚 它的效果會不好 除非說你要整個車子 看起來更 更糟 車況看起來更糟 你可能可以嘗試著塗厚一點看看 好 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復原 那復原之後呢 我們最後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煮完了 各位如果要拆零部件下來 上這個漆的話 從不管是拆下來那一頭 只要有插銷任何的接點 兩邊都要拿插銷 我建議 兩邊都拿插銷把它給塞住 等一下做完之後呢 直接把插銷拔掉 扔了換新的插銷 這樣會比較好 不然你要一直在清那個孔位 那大叔我做的時候 我也是都把這個插銷給 把它給塞住 最後呢 我保留電鍍的地方 然後車頭 這個車頭我到時候再找 看有沒有其他的專件可以去替代 讓這個車頭看起來顏色更 就更一體 更整體的感覺 唯一呢 我也沒有去做 唯一 我個人 在做的時候 我在想 我那時候也在思考 唯一要不要做 後來想想還是不要 我們唯一還是保留 對 再來 還有 就是這後面這個細節 這個部分 各位你們在 在上漆的時候 大叔因為我有拆 各位我也會介意 把這個 這個 鑽件 透明這些鑽件把它拿掉 拿掉然後再做 這樣會比較好做 不然你這裡沾到的時候 到時候要插 各位 如果沒有看清楚 可以再看一下 往前看一下我前面拍攝的影片 這些我都有把它拿掉 我拿掉 然後 就是這樣子去騎低 它的完整性會比較好 懶惰的人 也有解決的方案 那你就是 基本上 這些大燈拿掉 然後前的燈拿掉 然後唯一看你要不要刷 然後你就直接 其他不拆也可以直接刷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看你想做的細節 做到什麼樣的階段跟程度 那大叔我呢 我是想要連孔位 裡面這些孔位都 能夠稍微把它做一下 不會要有一些顏色跑出來 所以我才會把它給拆掉 然後去塗裝 好 好 我們 其實 前面剛剛講了 這個塗裝難度其實不高 就是需要時間乾燥 然後要多做 封閉底漆兩遍 然後反應 反應底漆兩遍 然後反應漆一遍 一樣 記住 那你可以乾燥的時候 再去噴反應漆 但它的效果會比較沒那麼好 在你塗最後一層 那個反應底漆上去的時候 直接噴 效果會好一點 那不足的地方到時候 你可以再拿刷子 稍微輕輕的刷一下 然後再噴 那就看你要做的仿舊的感覺 這生鏽的感覺 做到什麼階段 那 還有 就是自己刷子在刷的時候 不一定要全部都順個方向 有時候用點的 有時候用拍的 那生鏽起來 那個形狀會比較不規則 不會說 所有的鏽石感都是同一個方向 或是同一個順序 這樣子 好 我們這個 964 我們就到這裡了 對 接下來大家想看了 我們等一下直接把另外三台電路的版本 就是金屬感的 964 還有我這台 跟原車 沒有上氣的 最後我們來做一下特寫 特寫給各位看 好 那還沒訂閱我頻道的 大家記得去訂閱一下 那喜歡積木的 一定不要錯過 那我們就直接讓各位看囉 還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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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